提起福利你会想到什么 医保社保公共基金还是旅游体检年终奖 德国有个社会救助福利 房租一年一块钱 事业能领一辈子事业金 这样的福利你羡慕吗 大家好我是郑姐居小鱼 一直以为坐拥奔驰宝马奥迪的汽车产业 是德国的第一大产业 可实际上汽车行业雇员80万 德国社会救助业却有从业人员200万 比汽车业建筑施工业 食品行业三大行业加起来还多 再看看产值 德国汽车本国市场产值在9000亿元人民币左右 救助业总产值却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这么看来德国救助业才是真正的家大业大 再回到开头说的 这个产业到底是干嘛的呢 它主要是为穷人服务的 可有所饮既有所事 兼有所探病有所医 外有所塑罗有所医 再加上中有所葬 德国社会救助贯穿了这28个字 一句话来说就是保障穷人的生活 德国社会救助有多好 拿失业救助来说 在2003年德国总理士罗德改革前 如果你失业了 可以领一份大概是原工资60%的失业救助金 失业金可以领三年 但结束后没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 可以继续领取失业救济直到退休 失业救济大概是原净工资的53%到57% 改革后失业金领取时间下降为6-12个月 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后找不到工作就没钱拿了 而是自动转入失业金2.0 失业金2.0分为6个等级 2018年第一等级是416欧元每月 没找到工作的失业者都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而且其不具备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也能领取第一等级补助 特殊人群如孕妇还能获得特殊待遇补贴 看到这里 你有没有为这样的福利而心动 更心动的还在后面 德国最早的社会福利区富格区 专门用来出租给穷人和流浪汉 不仅环境优美而且医疗和护理都免费 更重要的是这里每年的租金只要0.88欧 一年不到一欧元享受富人级待遇 有人要问了 不是德国户口怎么办 别担心 外国人也同样能享受福利 2018年哈茨第四阶段社会救助金 外国人共领取130亿欧元 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权领取正式补助金的外国人 由2007年的130万上升到200万 平均每个人领了多少 大家自己算一算 待在公屏上 然而无数国际难民的理想家园 良好的国际形象 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困在牢笼里的受助者 穷人们只是某些人获利的工具 在德国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给私营机构 本意是为了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而私营救助机构的收入来源 基本上都是靠政府补助 政府规定服务的受助者越多 政府的补助也就越多 也就是说 每增加一个符合救助条件的人 就可以向政府多领一份钱 那这其中就有大文章可做了 为了更多的补助 救助机构的雇员就像充业绩一样 开始主动寻找受助者 据统计 95%的德国人至少有一次 成为了救助机构的顾客 这还不够 还有很多中东难民 也成了他们重要的顾客来源 更厉害的是 许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机构 一顿操作之后变成了残疾人 因为残疾人补助更高 德国财政重负在身 难民问题如梗在喉 但却没有办法轻易去改变 背后救助机构的利益 已经不容撼动 抛开救助机构 德国的社会救助产业 本身也有大问题 政府给的钱太多 哪怕不工作 穷人也可以安然度过一生 从而滋生了大量懒汗 被德国媒体称为 最厚脸皮的失业者 阿诺迪贝尔 几乎没有工作过 只干过两三个星期的苦力 就领取了几十年的救助金 套用周某人的一句话 就这样 2015年他还是被送进了 养老院安度晚年 像迪贝尔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 领了一次救助金 让安逸毁了自己的一生 德国失业率逐年增加 重重必病让德国不堪重负 2003年总理施罗德进行改革 核心本质就是不养懒汗 将几十年的失业金 减少到18个月 而且到期之后不找工作的 只能领取国家固定发放的补贴 这样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和就业压力 但这次改革的推行者 结局都不太好 2005年 施罗德在政党选举中失利 退出政坛 改革专案小组主席 皮特哈茨 被控行贿他人坐牢两年 这背后自然是利益集团的暗流涌动 200万社会救助产业雇员 还有数百万靠社会救助为生的群体 手上都有选票 社会救助业的高层 占德国议员总数的35% 比执政党比例还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产业为难的 德国高官 都有可能被直接轰走 以至于现在没有人敢轻易动社会救助这颗雷 一个原本美好的事物 就这样被利益绑架 变得面目可憎 对于这样的社会福利 你怎么看 来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这里是郑姐君 关注我 为你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财经知识 咱们下期再会